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乡土编导会做的不会做的奇上阵 学美食 讲民俗 就为了让您尝尝这小吃背后的独特习俗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前不久的一天 广东省接阳市的杨美村突然变得热闹非凡 我们的编导也参与了其中 结果却发现 这个杨美村它不但民俗多 还是一个大的聚宝盆呢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有点疯了呢 这么多人 后面还没进车呢 后面就已经被堵住了 刚一上来 这架势就把我们吓了一跳 您看看 周围已经挤满了凑热闹的人 他们究竟在干嘛呢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我们在寻游啊 寻游 寻游平时我们见的不少 不过这些寻游的人 为什么要把红旗捆在竹子上呢 而且还要扛着那么长的一根竹子 这可真不轻快 这热闹事也叫做游神 大家伙抬起财神爷 绕村走一圈 财神爷那可是人见人爱 杨美村的这个习俗也不见怪 可除了财神爷 请问您又是何方人生啊 将红旗捆在竹子上 代表今年家里添了钉 也代表着各个家族 希望今后可以节节高 你看 还有那么小的小朋友 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家长都是根子的 我听说啊 本来有很多小朋友不想来的 但一听到家长 要给他封一个大大的红包 所以特别热闹的就上街了 既然有红包拿 这些小朋友别提多带劲了 不过这会儿 可苦了在周围看热闹的小朋友 路边的店铺挂上了一串串鞭炮 而且是一家连着一家 这几位抬的正是东周列国时期的 忠臣孝子介子推 在杨美村 介子推是中意的代表 杨美村人之所以供奉他 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 无论做事还是做人 都可以保持中意 整个游行队伍从祠堂出发 会走过村里的每个角落 巡游队伍走到哪儿 鞭炮就得放到哪儿 而且中间不能断 随着热闹的巡游队伍走了一会儿 我们忽然发现 杨美村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村庄 大不一样 处处商铺林立 遍布高楼 如同闹市一般 瞧着家家户户 似乎都很富裕的样子 他们究竟是靠什么 来过上好生活的呢 我现在就赶紧去老红家 但我还带了这个 我听说去潮汉人家做客 一定要带俩橘子 你别问我是为什么 我也是听说 不过咱这样总比空着手去强吧 老红就住在杨美村 我们的编导在路上又发现 除了巡游上大家扛着竹子 很多人家门口也放着竹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老红说白天的巡游是预热 还算不上热闹 这是为了晚上的火把节热身的 火把节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而且那热闹程度 一定会让我们特别震撼 这个是我听说要拿橘子过来 你还客气 这个我们是这里的风俗 要转进的 就是大吉大利转送给你 转送给我的意思 就是我送您 就是把这个吉祥带到您家里 然后我要转送给您的 可这橘子就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今天是火把节 老红家来了很多的亲戚朋友 大家聚在一块等着晚上的狂欢 不过这可忙坏了他的爱人 这个是我们朝商的习惯 就是过节了 就是要做这个桃果 桃果是我们朝商特色 我们的编导是地道的北方女孩 平时过节习惯吃饺子 这桃果还是第一次见到 桃果的皮是用米粉做成的 比起饺子皮 它更有粘性 这个给你做吧 好 那就加馅了 加馅了 这个是什么馅啊 这个是芋头 这个是糯米 糯米 糯米 花生米 香菇 香 很香 它这个糯米本身就有个清香味 然后再加上这个香菇 花生 香菇 花生 还有香料 就是更香 口水啊流出来了 照我看来就像一个大饺子一样 大饺子上歌 桃果一般有着两种口味 饺子小比较容易捏 桃果个儿大 捏成形比较有难度 只要有喜庆的日子或者招待客人 桃果是必不可少的 桃果又被叫做仙桃 是大家对身体健康的 我会做果了 我会做果了 我就当包饺子了 是不是跟包饺子差不多 美女在笑我了 我看你包的 没有她是笑她 我觉得你包的和我这也差不多 平时家里的家务活都由夏美芝负责 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 女儿也在帮忙打着下手 哪个好看 鱼的 她做的这个好看啊 那我们两个呢 我们两个谁的好看一点 不好看 不好看 夏美芝准备的桃果可是不少 接下来就该下锅蒸了 蒸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出锅 今天过节饭桌上肯定是越丰盛越好 除了桃果 还有一样潮汕特色菜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要做这道菜 还要先去买原材料 这种原材料可不是谁都能做的 你要用我们先做 先做是吧 先做手工先做的 那就搞一块好一点 做我们做一点那个玩法 好啊 我看你这也有这个火把呀 今天晚上延美火把节 也准备去呢 是啊 牛肉丸是潮汕地区的特色 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它也是店里的招牌 一般是现做现卖 这不 之前做的牛肉丸都已经卖光了 您这个切着牛肉 怎么切得和刺猬一样 它这个我们是纯牛肉 手不打的话 是要连在一起的 它这样打的话 是不会说分得很散 它是能集中一起打 是怕打的时候 溅起来是吧 是的 什么 你没听错 这牛肉丸就是要打 这就是你要这个做牛肉丸用的 是 嘿 我试试 这有多少斤 可能有四五斤重吧 有四五斤 四五斤 两根就差不多十斤了 不就是做个牛肉丸吗 为什么非要用这么沉的铁棍呢 用铁棍打 就是潮州牛肉丸的特别之处 您看这小伙儿长得这么斯文 又瘦胳膊瘦腿的 可是打起牛肉丸来 却丝毫不马虎 我们的编导也不禁好奇 想尝试一下 尝试多久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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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牛肉特别有弹性 所以你这个棒子一打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粘在牛肉上面的 所以你要使劲 才可以拿起来 然后这样来回的话 我们的编导才打了没几下 我就打了几下 可是您看看人家 好像没有到十下吧 要是没有金刚钻 还真揽不了这个瓷器活 看着就够累了 这牛肉丸究竟要打多久啊 这个牛肉已经打成了这种 就叫粘糊了已经 那这个是还不行 还得再打 还得再打的 要打成什么样才算行啊 它能做成丸子的 要有粘性可以捏的时候 这不光要一直打 而且还要打上一个小时 不过这会儿老红坐不住了 他说村子里还有一件大事等着他 他是非去不可 打牛肉丸还要一段时间 我们的编导决定 先跟着老红去看一看 究竟发生什么大事了 大白天 这些人正在热闹什么 这里每道菜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好大色 有钱赚 那我吃的是不是我也有钱赚 对啊 洋美村处处高楼 村民们靠着什么宝贝 过上了富裕生活 这个就是您说的宝贝 这里不仅白天热闹 晚上还有一场狂欢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洋美村的热闹事 现场人倒是很多 气氛十分凝重 大家都紧绷着脸 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连我们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什么 那么多人围观 原来是为了一块石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在洋美村 开始应该是这个咱们村特别大的事了 因为我看这才开了两个箱子 你看 周围 没能到那么多的人 原来这件大事就是开石 老洪急着赶过来 正是要将自己手里的这几块翡翠切开 开石可是洋美村人的大事 谁家要是开石头 周围绝对围满了人 难不成洋美村还产翡翠 我看这个所有的石头都已经放到这来了 但他们这不都切开了吗 还有变化 下面可能会突然长出一些颜色 那就是出奇迹了 就是不能轻易上线这个表面 对 开始之前 人无法完全判断翡翠的好坏 所以需要一定的运气 当然风险也一定存在 怎么样 这块好不好 一般 不太好 对 老洪今天开出来的翡翠不太理想 不过 即使开出来的翡翠不如想象中满意 洋美村人也有办法去尽量弥补 等一下带你去找那个意义 做完以后翻倍是没问题的 翡翠是养美村人的宝贝 常言道 玉不拙不成器 好的翡翠也要经过巧手的雕琢 才能价值倍增 想要让一块好翡翠发挥最大价值 必须要找御衣 为了考验御衣的本事 我们的编导特意挑了一块有杂志的玉 想看看这御衣到底有什么本事 就是这样了 您看这块了没有 无论是颜色还是雕工都非常不错 再看看我们拿来的这块 相差实在太远了 不过玉衣一出手 会不会有转机呢 这块料是杂志比较多 可能会涨到几万块 张炳光的宝贝就是他的玉雕牌子 起初这些原石都是带有瑕疵的 可是一经他的双手 价格翻倍是不在话下 杨美村虽然不产翡翠 但是在明朝时期 许多人便做起了收购旧玉器 做起了翻新雕刻等加工工艺 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成规模的玉石打磨和雕刻 老红说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些才是杨美的宝贝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您瞧这个 再瞧这个 好家伙 这一桌子菜 让人看起来很有食欲吧 不仅有大鱼大肉 海鲜点心也一样不少 等等 这些菜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 我现在准备磕瓜籽了 关心的牙齿啊 牙齿 磕瓜牙齿都要掉了 牙齿都不见了 这一桌菜全部是采用回翠的材料 您不说我真的觉得这一些是我可以吃的 我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肉香味了 您能看得出来吗 这一桌子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竟然都是用翡翠做的 老红说 这一桌子的菜虽然被叫做宝贝 但其实并不值钱 都是赌食失败了的 赚不到钱 只好做成个新鲜玩意儿 所以您看 杨美村人不仅赌食成功可以赚钱 即使赌食失败了 靠着自己的头脑勤劳的双手 也可以发家致富 看了半天的宝贝 肚子都有些饿了 不过这牛肉丸究竟打得怎么样了呢 打了那么长时间 终于有成果了 你看 终于成功了 从刚才那一摊 这个牛肉 居然变成了牛肉酱 用铁棍不断锤打牛肉 是为了更好地将牛肉和牛筋分离 为了保证口感 打好的牛肉丸 还要赶紧捏成形 刚才说这个做牛肉丸之前 必须先洗手 是的 不能戴手套 咱们这为什么不能戴手套这样弄呢 你看一下 这个牛肉丸多年了 是吧 戴了手套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捏 这个好有粘性的 如今除了卖牛肉丸 店里还经营着潮汕牛肉火锅 统计下来 每天店里都能卖出一头牛 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牛肉丸 可不是白打的 潮汕牛肉丸最大的特点就是 弹 因为在打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纤维给打断了 所以它可以弹得特别高 陈建东说 想要验证潮汕牛肉丸弹不弹 除了吃 还有一种方法 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 夏美之早已经将饭菜做好 就差牛肉丸上桌了 牛肉丸啊 来了 好丰盛的一顿饭 每一道菜就是过节都是 有一个好的吉祥的名字 我们今天这所有的菜 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名字 对对对对对 比如这个鱼 后柜有鱼 那这个猪脚呢 猪脚本来是叫猪蹄嘛 猪蹄就是叫金板蹄鸣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蒜炒猪肉 我们叫炒大蒜有钱赚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活法节嘛 所以都会炒一个吉祥的口才 炒大蒜有钱赚 那我吃了是不是我也有钱赚 对呀 大蒜就有钱赚 好 你先喝汤吧 这个就 就是长瘦又健康 谢谢你 又漂亮 好吃吗 这应该是我抱的 一咬下去没有咬到馅 它这个很黏黏黏的 吃起来和我们那个年糕有一点点像 很好吃 它到嘴里面以后 就是非常有这个嚼劲 因为它很黏嘛 就在嘴里面就咬半天 然后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再加上这个芋头的香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们的编导便跟着老红一起 准备去参加晚上的活把节 老红说晚上不仅是狂欢 还有很多的高手出现 难不成在阳美村 还有除了寓衣以外 更厉害的人物 这连绵不绝的鞭炮和满天的烟花 还真是让我们震撼了 晚上七点整 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先点燃活把 之后一个一个传下去 热闹的活把节便正式开始了 这是我舔过的第一个活把 我现在自己说话 自己都听不见 嗓子也冒烟了 眼睛也尷尬的撑不开 但是真的很热闹 这还没走两步呢 大家都不见了 现在就张叔跟我在一块呢 张叔的脸上全是那个烟花的那个默 黑默 我听说咱们活把节上全是高手 那么多人 这高手怎么看出来啊 你要是高手啊 你去把伙计挤高高就是高手吧 这个高手是这个意思 就挤高了以后就是高手了 因为杨美村几乎家家都是做翡翠生意的 所以参与活把节巡游的杨美人 都会把活把高高举起 与同行者随行 也就是告诉大家 只有大家团结一致 诚信经营 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钱才会越赚越多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信奉介子推的原因 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举着火把 这大概走了有一个小时了吧 人 还有很多人 你看 我现在已经 没有力气说话了 刚才跟他们喊的 呼呼呼呼呼 带劲的喊半天 才知道 他其实是前面的人在喊这个 恭喜发财 但后面的人听不到 但大家又觉得这个很热闹 最后就变成了 喊喊喊喊喊 不过看到这个 听到这个我把嗓子都喊哑的份上 我今天应该会越来越旺吧 走了整整一个小时 其实我们已经筋疲力 HealthGrand 但是临近结束 大家的情绪却越来越高了 butcher and 好 targets 终于结束了 真的好累 他们说这个火把一定要留着 是意思是节节高 以后会越来越旺 杨美村的人会把他们留到明年再用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被好多人都笑话了 我脸上是不是特别 杨美村热闹的火把节每年都会举行一次 如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年复一年人越来越多 火越来越旺 杨美村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狂欢的海洋 大家团结一致高手相伴 心火相传生生不止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胖来拜师 我们跟着长见识 拜师的小胖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编导又为什么遭到了嫌弃 下期乡土我们跟着拜师的小胖 去见识湘河县的民间绝迹